我还想再躺一会儿 我怎么就睡着了 Zither Harp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不了 一会儿还要去给母亲请安 晚了不好 你的银簪太朴素了一些 我以前有一只很喜欢的鱼簪 后来弄丢了 就随手拿了一根银簪用 侯爷 你不起身吗 我还想再躺一会儿 我还想再来 依赖 两位姨娘都已经接触过凤卿了 不知侯爷打算把凤卿交给谁抚养 不能交给乔姨娘 她只顾着自己 照顾不好孩子 那秦姨娘呢 秦姨娘 对凤卿确实是真心爱护 但是 凤卿出生在府外 到如今她都还没有开盟 而秦姨娘又是婢女出身 没多少学识 恐怕 交不好凤卿 其实我觉得 二嫂是真的喜欢凤卿 也是真的关心她 而且二嫂又是独自一人 侯爷何不考虑 让二嫂抚养凤卿 玉哥出生的时候 二嫂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母亲怕她太过悲生 当时就要把玉哥过击给她 可她拒绝了 为何 她觉得千哥的死 是她的责任 怪不得 她 她手 你会是她的 Mu 我 你会不会 我会不会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我都会不会 我会不会 那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好 侯爷 这是厨房新酿的梅子酒 我特意端过来给您尝尝 尝尝 听说侯爷把五爷给软禁了 可是发生什么要紧事 丁南侯已经知道凤卿是五弟的孩子 我让他登门认错 他就畏首畏尾 如此懦弱不堪 日后 我能将何事放清交于他手 五爷虽不似侯爷这般文物双全 可是他孝敬母兄 爱护妻子 对下人也很好 他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五弟本性纯良 虽有几分纹固 但尚识大体 小时候 他总还跟在我后面 惹了祸 怕被母亲责罚 便找我出主意 原来侯爷和五爷还有这样的过去 那这样说来 你们的感情应该很好才是 我一直以为 我足够了解他 可不知不觉 我们俩变得如此熟虑 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竟能惹下这样的糊涂 侯爷若想知道 不妨去问问五爷 怕是我去问 他也未必肯说 若像您现在这般板着一张脸 一副要教训人的样子 那谁见了都会害怕 要是换了我 我也不会说 虽然不能像以前那般清厚 但侯爷也可以试着和五爷 心平气和地谈谈心啊 这个地下 它也不够了 我这么说 しかし 不过 这些层吧 它没有预论 宇航